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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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专程 来看望大家 我要向 全国 奋战在 抗洪抢险 就在一线的 同志们 这一诚挚的问候 我们的 广大干部 解放军 武警官兵 按照党和政府 的要求 发扬不怕累苦 不怕疲劳 连续作战 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 充分体现了 我们中华民族的重置成城 我们这个民族 守望相处 洪水无情 人有情 的人间大安 通过你们的 斗争奋斗 坚持努力 我们在不断夺取 抗灾 防洪 防汛 阶段性胜利 这些亲民 也是我们的亲民 也是我们的亲民 也就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中华民族 遇到了危难的时候 总有这样的一切 英雄 挺身而出 这是这个伟大的 中华民族精致的体系 我们都会 衷敬他 也希望你们呢 最好的方式啊 来这个 纪念他们就是 他个人的工作生活 身体 告诉他们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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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